8月已经过去,随着暑期档的结束,热播的几部股装剧也都迎来了大结局,尤其是乌磊赵露丝的心汉灿烂,虞书新王贺地苍蓝绝,不仅男女主角ZP赶强,并且也让不少观众直呼不够看,特别是乌磊和赵露丝,两人年龄相仿无论是距离还是居外花絮,他们在一起搭档都毫无违和感,眼情率特别般配,这也让无数人一直认可他们,如今9月已经到来, 任佳伦和李庆主演的《请君》上线了,开播一个半小时这部剧的热度就破6000,4小时内突破7000,成为淘场今年开播热度最火的剧,排面是真大,空降都能有这么高的热度,那必须得去看看呢,是骡子是马,得拉出来溜溜才知道,但看完播出几集之后,小编只有一个感想,好好的任佳伦怎么就不会说话呢? 《请君》是一部奇幻剧,故事背景从古代跨越到民国,讲的是古属国王子和邻族圣女之间的故事,男女主角之间不光有爱情,还背负着人族和邻族的矛盾,题材比较老套,观众不用猜都知道两人必然会有各种爱恨纠葛,林庆作为山寨大当家,肩负着振兴山寨的使命, 不过他们山寨似乎经营不善,房屋不少却没有口粮,舍来的粮还翻车了,为了养活至山头的老小,李庆决定吃一次软饭,娶个媳妇正嫁妆,于是相中了山下的陆家少爷,这里稍微有点bug,要是他们山寨厉害,又怎么会混到舍账吃饭? 要说他们不厉害吧,强取名男友没人敢反抗,战斗力成迷啊,当然这情势是结不成的,陆家的花轿有魔法,半路上陆少爷就跑了,而这花轿的厂商正是任嘉伦的跟班,男女主角就很顺利的再次相遇了,在天时地利人和下李庆决定放弃陆少爷,转头去任嘉伦当二房,两人就此在民国时代开展了新的故事, 剧情先走到这里,咱说说这陶场S家级别电视剧的浮化,任嘉伦作为鼓鼠国王子沉睡三千年后被李庆唤醒,出场就是一身战甲,看上去确实很帅戏,但镜头一转就给任嘉伦来了个全身镜头,任嘉伦的身高和身材比例本就不是很好,导演还喜欢俯拍,更显得他55分了,还战神呢,看起来上马都费劲儿,咱说导演和摄影师不会拍就别拍, 学学人家周生如故,把任嘉伦的古装优势发挥起来,时间线到了民国,导演给任嘉伦安排上了宴尾服,单看上半身真是好一位翩翩贵公子呀,再看全身镜头,把人拍成一名五次对导演有什么好处吗? 人家都是尽力呈现出演员最好的状态,请君的剧组非得反其道而行? 李庆的服装也是莫名其妙,作为山寨老大,他的造型属于有形但无神,导演想告诉观众他是个寨主,李庆也在演一个寨主,但明显他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寨主,李庆的邻足造型又非常稀化,不过这也是近年来国产古装剧的通病了,小编还是希望国产古装能保留住自己的特色,不要丢失了古韵美,配合上不太值钱的特效,给人一种不洋不土的感觉,因为很模糊, 请君的服装和布景不能说不讲究,只能说完全没感觉,没有给观众呈现出时代感,反而给人很强的割裂感,看剧时你的眼睛告诉你这不是民国,但你的脑子在拼命说服你,别怀疑这就是民国 这部剧中还出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,倒是给了小编一个小小的惊喜,剧中的陆老爷露面,马上将小编拉回了童年,感觉下一秒一平就会出来找爸爸要钱了 在剧中饰演痴情男二顾北溪的是陈希俊,在亲爱的热爱的中饰演欧强,人设比较讨喜,外形条件也不错,或许能圈一波粉丝,最让小编惊喜的就是二爹小沈阳了 要不说人家是上过春晚的小品演员呢,台词宫廷那是相当到位,土字清晰有力,东北口音也自带喜感 有这几位实力配角而这部剧最大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,李清用力过猛,人家轮台词太差 李清主要是被外形显示了,外表轻轮他,出演大家闺秀就很合适 但演这种活泼搞怪的山寨大当家就很勉强了,从半相上看就很违和 看得出来李清很想体现出人物性格,说台词是用了300%的力气,全身上下都在告诉观众,快来看我在演山寨头子 为了和李清综合一下,人家轮讲台词是用了50%的力气,感情平淡到像在朗诵课文,连表情都不大变的 这一幕是他在跟下属商量怎么找老婆,这一幕是他在不耐烦女主的纠缠 这一幕是他体内的圆单出现破裂身体十分难受 这是他在提前对女主讲情话表情意,这样的表情和这样的台词不像是寻爱,更像是寻仇 为啥人家轮这次的台词被吐槽得这么厉害,是因为他没有用配音,用的是自己的原声 结果原声比配音还不贴脸,人家轮出道以来演了不少古装剧,还被粉丝称为古偶男神 从大唐荣耀到锦衣之下都有人夸他的苏感,但这些被夸的角色全部都用了配音 人家轮的原声太过拉垮,以至于他到现在所有古装戏都是配音,也因此吃到了不少红利 此前欲交际还曾放出过男女主的原声台词,差距非常明显 热霸发挥得很正常,但人家轮那海莉子味的台词实在上人出戏 看来他的苏真是离不开配音啊 去掉配音的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,一生一世和现在的寝君都被骂上了热搜 人家轮真的该反省一下了,他的大部分配音都是由阿杰完成的 要是人家轮有心就该逢年过节带着礼物去感谢阿杰 不过阿杰也说了,演员是要成长的,人家轮是必须要学会给自己配音 否则也对不起演员之俩子 对于影视圈来用配音的一线,像官方也在想办法控制 今年还出台了相关文件,要么就自掏腰包请配音演员,不准剧组包办 今后观众会听到更多演员的原声台词 这对观众和演员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一方面影响观众看剧的心情,一方面影响演员的口碑 就目前来看,寝君的质量很难超越同类型的斯腾、无形法师等 希望他后期能有突破和反转吧 人家轮也赶紧加班加点儿去练台词吧 粉丝可以无限包容偶像的缺点 但观众可没这个义务等你进步